Hello 这所学校扮演唱会 灯光声控人才不求人 高雄市树德家商成立表演艺术科 不仅有戏剧音乐舞蹈主 同时还有幕后工程主 学生们在一二年级的学习 不仅灯光音控自己来 连剪辑影片也很在行 因为职能特殊 连打工都跟其他学生不一样 一天的打工费是三千四千元起跳 你说这还能不吸引人吗 标演艺术科分为四个模组 戏剧音乐舞蹈跟幕后工程 那我们的特色像我们今天的演出里面 主要的是幕后工程的架设里面 都由我们自己来 在往年我们都请外商 那这些工程人员进来才开始学 之后呢我们在家里面 他们常常有被受邀打工的机会 比如说前几天的吴宗宪演唱会 包括邓子晴演唱会 常常我们的工程人员都在里面 被邀打工 然后他们甚至一天可以三四千块的 这样的一个收入 所以引发他们很好的一个兴趣 那至于今天的舞台里面 几乎都是我们标演艺术科的舞蹈跟音乐 等一下还有戏剧的展演 我们幕后的工程这些学生 其实在学校是一个政客 那像今天来讲 他们从早上来开始架设 他们非常有成就感的 然后在平常的课程中里面练习 只要去操控音响 然后怎么去分解跟组合 灯光又有灯光的分解 然后还有那个影剪接的一个配合 那因为数得加商 他太多在一个舞台的历练里面 我们几乎所有的演出 我们这些东西都完全是出动的 所以制造他们很多的一个成就感 所以不管是学长学弟 他们对这方面都非常有兴趣 反而很意外地进来本来要学舞蹈 结果发觉这一块 他们更向往 而且更容易 马上就可以打工赚钱 比这个外面的一些 平时的这个社会议员们打工 他们觉得好像收入还更好一些 台湾的表演艺术人才需求殷切 尤其是幕后工程人员更是缺乏 而高雄市正在新建中的流行音乐中心 就是希望能带动南部的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 而数得加商表演艺术科设立幕后工程组 呼应未来新产业发展的需求 具有相当前瞻的意义 高雄即将成立了流行音乐中心 那不管我们这个科 它直接可以衔接 因为我们有流行音乐组 在音乐的部分里面 那这一些后制的一些工程 它的音响 它的整个的业细的练习里面 其实在我们的政客 都可以直接衔接 甚至于他们的后制的一些行政的管理 我们也有艺术行政的课程 那不管将来他们可以衔接到 比如说科大的艺术系 那甚至直接就受聘在一个相关的一个营业公司 或营业的行业里面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驾经就熟 不用从头练习 这样的课程设计 学生可以打工赚大钱 习得难得的技能 又能对接未来产业发展 后市看涨 您注意到了吗 Yang News 记者 陈文平 高雄报导